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玉凱 相信大家一定有聽過一個故事 放羊的孩子 有個牧羊的小朋友 一開始他就騙大人說 狼來了 狼來了 結果大人很緊張的跑過來 沒有狼 第二次他又來 狼來了 狼來了 大人又很緊張 又一群人又拿著鋸鋸 武器通通跑過來 還是沒有狼 又騙人 等到第三次 狼真的來了 小孩怎麼喊 就是沒有人要理他了 這個故事跟台股有什麼關係 台股曾經有幾次 都好像讓你感覺空投結束了 多投即將崛起了 可是每當你相信了 他就破底了 就跟放羊的孩子一樣 狼來了 狼來了 可是最後狼都沒來 現在你是不是學聰明了 來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網路用語 被騙一次是天真 被騙兩次你可以說我單純 還被你騙第三次 那就是愚蠢了 對吧 所以現在你學聰明了 怎樣都騙不了你了 尤其今天的台股 台股今天一度 我覺得今天行情算很戲劇性 從原本大漲271點 一度翻黑 翻黑還跌到100多點 多扯 先大漲271點最高 然後再殺到下跌100多點 再拉到尾盤 尾盤再漲130點 這今天的行情很扯 很戲劇化 那當然也是因為今天的台股 再一次的讓你看到破底 14100點 這低點又往下探 所以我相信 一定會更讓你堅信 台股仍然深不見底 對吧 各位我昨天怎麼說的 從上個禮拜到這個禮拜 是散戶開始大量退場的時間 上週到本週 會是散戶開始大量退場的時間 首先在上個禮拜四 上個禮拜四 台股破底 來 各位你看一下 上週四台股是破底 而且出量 開始出量 到上週五 量能更加的放大 昨天繼續往下探 光是這連續三個交易日 這連續三天 451這三天 屬於散戶主動加上被動的出場 主動加被動 不是什麼車用安全配備 它是主動加配動 散戶的出場 有些人是看到台股破底 而主動停損 有些人是因為這個融資追繳令 錢已經補不出來了 所以被動停損 這三天已經被扛出去 一大波了 昨天有講過 上個禮拜五 為什麼台股殺得這麼慘 尤其上週五 482點 明明自營商買進 投信也買進 外資也才小賣118億 可是跌了482點 誰賣的 好不好 都是散戶惹的貨 就是因為散戶 融資這樣換算102億 其實換算下來就200多億了 再加上現股的停損 差不多 其實就差不多了 就可以貢獻台股 大跌到將近500點了 然後 昨天繼續破底 繼續跌 斷頭的繼續斷 追腳的繼續追 OK 到了今天早盤 好不容易 來個強制反彈 271點 直接給它開上去 最後為什麼會先開高 然後走低 我這樣解釋 你聽聽看合不合理 如果說 451的這三天 屬於主動和被動的停損 今天完全屬於主動停損 今天完全是主動停損 連續三天大跌破底 加上市場上空投恐慌的言論 過於之氾濫 有多氾濫 氾濫到政府要查 氾濫到政府需要 出面管控的程度 你就知道有多氾濫了 OK 在這種市場氛圍之下 破底破底 大家一直喊空 突嬰 怎樣怎樣的 難得被你看到大漲270點 難得看到手中股票 要漲個3%5%8% 你會不會想說 乾脆趁著今天 少賠一點 賣一賣算 不然台股不知道 跌到哪裡去 所以今天是散戶 趁著大漲 自斷手腳 把台股從大漲271點 賣下來的 晚上你看一下 融資餘額的變化 還有融資維持率 大概可以去佐證 我的推論這麼正確 跌了大半年 進入到7月份了 進入下半年了 台股仍然繼續跌 繼續破底 然後再搭配整個市場上的恐慌氣氛 不到底要哪裡去 不如趁著今天大漲 股票 賣一賣算了 不如歸去 這是不是你今天的想法 我剛剛講的 是不是你今天的想法 如果你是這樣想 表示市場上的散戶 就是這樣想的 當每個散戶都是這樣想 那就太好了 好不好 那就太好了 來各位 昨天我們為什麼要看這一張 過去20年融資維持率危機出現的機率 為什麼要看這一張 我們不是說統計什麼 兩年三年這種大多頭行情 我們放眼過去20年 這麼多個多空循環之後 整個20年5000多個日子 台股的長流當中 竟然只有短短的93天 是台股面臨斷頭危機的時候 我們講135個百分點以下 維持率135%以下 算是非常非常恐慌了吧 其實到上週 已經有500檔股票 已經在融資維持率以下 所以我們抓一個 整體概率135%以下 5000多個日子 只有93天 是低於135個百分點 短短不到100天 你看這發生的機率有多低 那竟然有高達8成以上的時間 我們這邊加一加 大概十幾% 換句話說 150個percent維持率以上 大概有高達8成以上的時間 是在150%以上的 150%以上什麼意思 沒有融資危險表示多頭行情 表示多頭行情 8成以上的時間 處於多頭行情 所以這一個表格 它是不是正在告訴你 台股處於這種緊張時刻的時間 以及比例並不會太久 因為當散戶死的死 逃的逃 掛得差不多的時候 航情也差不多要來了 再回到這樣來看 被騙一次是天真 被騙兩次是單純 被騙三次你當我愚蠢是吧 來各位 也許5月份你相信台股止跌了 也許6月份你也相信台股止跌了 現在7月打死你你都不信 對吧 所以趁著今天 趁著上個禮拜 股票通通給他賣出去 你覺得自己精明能幹好棒棒 可是你有沒有把放羊的孩子 這個故事背後的含義看懂了 背後 好不好 放羊的孩子 好不好 這個背後的含義是什麼 普羅大眾會認為說 放羊的孩子是用來教育小孩子 不要說謊 你不可以講話 不可以說謊話 否則以後沒有人要相信你了 你騙一次騙兩次 第三次不會有人要相信你了 可是與其說是用來教育小朋友 不要說謊 我卻認為更適合用來教育散戶 當放羊的孩子騙了你兩次 你這邊來來回回跑得筋疲力盡 結果第三次是真的 你卻不信了 你的下場會是什麼 羊都被咬死了 羊都被野狼叼走了 放羊的孩子他只有輸了信任 你輸掉的呢 你輸掉的是財產 羊不就你的財產嗎 你請放羊的孩子幫你雇羊 放羊的孩子他只是輸掉信任 你輸掉的是你的財產 如果最後一次你信了 你真的OK看到狼來了 把握這個機會 把狼打死了 從此你高枕無憂了 不是嗎 當你以為五月份是個機會 你信了 台股又破底了 當你以為六月份又是個機會 你信了 台股又破底了 所以當七月這個機會來臨的時候 你不信了 結果機會真的來了 台股真的噴了 信到底的人 第三次仍然願意相信的人 他有愚蠢嗎 沒有 信到底的人 2022年他可以從賠錢變成賺錢 他可以慢慢的去彌補他的亏损 可是你已經不願意相信第三次 你已經在七月份的一開始 選擇自斷手腳 遠離股市 就算後面有再大的機會 都與你無關 你現在帳面上賠了50萬 200萬 500萬的人 就算後面台股真的漲了2000點 3000點 So what 都與你無關 所以今天我必須告訴你 放羊這孩子故事的真諦 當你已經堅持堅持 堅持了這麼久 你已經堅持了台股的大半年 堅持到現在 堅持到14100點了 好不好 你覺得你被騙一次是天真 被騙兩次是單純 第三次你不會再上當 你覺得是愚蠢 相信台股第三次才是愚蠢的 好不好 各位我必須告訴你 如果你錯過第三次 才是真正的愚蠢 休息一下 現前一段在選股票這件事情上 有一個重點 來 劍走偏峰 劍走偏峰 各位你不要覺得說 上半年只有你是賠錢的 不只 法人都在賠錢 法人都在賠錢 你可以去查一下 這幾年 全台灣績效最好 最夯的幾支台股基金 什麼野村成長基金 野村優質基金 統一黑馬基金 還有德營遠東 台灣旗艦基金 安聯大壩 趙峰第一 星光台灣富貴基金 我相信 我隨便這樣子念了一長串 Maybe就有兩三檔 你是聽過的 因為這幾檔都是 這幾年 我們市面上的銀行理專 主力在推銷的產品 針對我所講的這幾檔 非常具盛名的基金 你可以去查一下 今年上半年 他們的績效都是負數 今年上半年 就查過去六個月 你們查過去六個月的績效 平均虧損三成起跳 三成 各位你會發現 你自己不會操作 結果把錢拿去買基金 然後基金經理人 也跟你沒兩樣 同樣落差 你虧三成他也虧三成 而且你虧三成 了不起虧個 OK 30萬 300萬 基金虧三成 動不動可能虧三億 那為什麼投信這麼慘 我們來細數一下 今年上半年投信的操作 一月份 他開始買半導體 什麼聯電台積電 台積電 你就知道買他600多塊 二月買航運 三月開始布局IC設計 四月轉投買鋼鐵 五月再買離岸風電 聽起來好像都是一時之選 對吧 可是你去對照一下 這些產業 以及他們的買進時間 你會猛然發現 每個族群 幾乎都買在最高點 買完之後開始跌 真的 好不好 所以這些 號稱正規均的股票 已經讓投信們 碰了一鼻子灰了 他怎麼辦 開始尋求其他的方式 開始 劍走偏風 開始不尋求 這種正規的道路去獲利 劍走偏風 有多偏 比偏頭痛還偏 冷笑話 我們昨天不是說過嗎 我們在昨天 這種大跌震盪的局面當中 我們買進了兩檔股票 一檔 華新光 昨天亮燈掌停 另外一檔 劍達 元宇宙的劍達 也是亮燈掌停版 那華新光 我相信不是每個人都熟悉的股票 因為畢竟他股份比較小 股份我沒記錯的話 大概13億左右 尤其是他去年也虧錢 第一季也虧錢 其實在這種股票 題材面好像也沒有什麼太了不起的題材 這種股票在過往不會是法人的選股方向 可是你可以很巧妙的發現 這種比較偏向偏門的股票 竟然連投信都在買 來 各位 你們看到 今天的數據還沒出來 但是在今天以前 投信連三買 甚至你可以講 這一段 華新光噴上去的過程當中 投信也功不可沒 他也盡了一份心力 投信連這種股票都在買 而且我們現在還沒有放外資 外資也在買 偏不偏 華新光噴上股票 去年賠錢 第一季賠錢 股本只有13億 投信買 外資買 偏不偏 我再舉一個例子 今天有個新聞 我們看到宏達店 這個新聞在法人圈 今天其實是引起一陣騷動的 好不好 各位宏達店 VR插量招牌 最高看到181塊 181 你看一下宏達店 現在多少錢 宏達店 現在給多停 多少錢 60塊 就算今天漲停過後 也才60塊 你看到三倍去了 三倍 各位 這張股票 去年大虧 第一季繼續虧的股票 平價到181 而且是外資 還不是什麼 名不見經賺小訓商 它是外資 最高上看181 今天漲停也才60 三倍 各位 去年虧錢 今年第一季也在虧錢 其實你這個評價到181 坦白講 本一筆我都不知道怎麼算 所以法人學聰明了 各位 他不是說 他現在開始亂挑股票 不是 他也在精進自己 他知道說 我上半年 買鋼鐵 買航運 買半導體 買離岸風電 買這些市場認同的主流股 占不到便宜 我還是虧了大半年 所以 不如回頭 劍走偏峰 就劍走偏峰 外資在 它是屬於全球性的布局 我們先不理它 各位 投信上半年這麼慘 下半年要不要追績效 你不追績效 你這個經理人 隨時會換下來 先不要提連中獎金 連中獎金太遠了 你下半年績效追不回來 你位子先給我換掉 好不好 投信是這麼殘酷的 經理人下來當研究員 研究員上來當經理人 好不好 我們就位子對調 長官變下屬 下屬變長官 所以下半年 他勢必要追績效 先不論績效追不追得回來 投信的內規 就是不能空手 投信基金是不能空手的 不是說行情不好 我全部賣掉 保留現金不可能 所以投信的內規不能空手 停損之後 他還是得買股票 這個時候你是不是 就可以吃他豆腐 然後我們把握 劍走偏封這個原則 買了華新光 對吧 昨天還要買誰 劍達 我說過華新光 因為我們是在 早上的10點鐘 昨天早上10點鐘 發訊息的 可是很快 因為不到5分鐘 馬上 直接買盤 點火拉上去 就鎖掌停了 昨天尾盤 這整個就鎖住了 所以在昨天我們是恭喜 動作快的朋友 買進沒過幾分鐘 隨即亮燈漲停 昨天很震盪 越挫越勇 再一次現買 現拉現賺 亮燈漲停板 可是動作慢的 我同樣要照顧你 所以各位 10點34分 10點34分 我再一次發訊息 買進 建達 買在這個地方 10點34分 你沒話講了 整整一小時讓你買 因為它是11點半 才拉上去漲停的 10點34到11點半 這段期間 一小時讓你買 買完之後 漲停拉上去 好不好 那就恭喜了 就直接恭喜了 對吧 昨天節目當中 我們已經揭牌了 漲停一檔接一檔 來不及買到 華新光沒關係 轉買6118建達 你賺更多 你賺更多 好不好 現買現拉現賺 那你動作快一點了 你連賺兩檔 華新光也賺 建達也賺 那到了今天 繼續恭喜 對吧 因為華新光又創新高了 華新光又創新高了 建達呢 不得了 繼續漲停板 繼續創新高 所以我想建達什麼 建達出奇蛋 三個願望 一次滿足 解決你想賺錢的願望 平衡你套牢的虧損 解決你融資斷頭的問題 各位 各位你放一檔 噴兩支漲停的股票 進入你的股票 帳戶投資組合裡面 你的維持率 不就降下來了嗎 融資的問題 不就解決了嗎 更難得的是 元宇宙這麼多檔 為什麼不是跳宏達電 宏達電當然也不錯 今天也漲停板 為什麼我不是挑威勝 威勝也好強 對吧 為什麼我不是挑魏術 魏術今天還最弱 漲8%最弱 好不好 為什麼我不是挑這幾檔 我兒子一挑 就挑到最強最喷的建達 各位 唯有建達 他是昨天漲停 今天繼續漲停的 他是元宇宙裡面最強的 好不好 這就是我的能耐 這就是我的能耐 不是嗎 而且重點 當上個禮拜 你看宏達電就知道 上個禮拜他是這樣走 創高拉回這樣走 上個禮拜 元宇宙全面重挫 全面回檔的時候 我怎麼告訴你的 上週三上週四 我說元宇宙 是我這個禮拜的布局重點 元宇宙的拉回 我就是要找買點 我都有預告 你去回顧我上週的影片 好不好 我都有預告 你只要上個禮拜 你有把我的話聽進去 就算你不是買到建達 最強的你沒有買到 沒關係 Fine 你隨便買位數 隨便買威盛 隨便買宏達電 欠菜一支 都會賺錢的不是 不是嗎 隨便一趟都會賺錢 不是嗎 當然你要買到最強的股票 強中強的建達 還是要依靠專業來帶領 好不好 你可以加入我的團隊 繼續我們遵循 劍走偏封這個原則 你可以發現 一直以來 我所提醒的這些股票 表現都不錯 生技股 也算是 也算是 大家印象中的偏封 炒作 主力 怎麼樣的 好不好 可是生技股休息指先之後 今天繼續噴 我們的代表作之一 藥滑藥 今天差一點 要亮燈漲停 篡高 拉回休息整理兩天 今天再給你大傻 不是也是 劍走偏封嗎 同樣有藥證題材的 合一 一度走得很顯 有沒有 稍稍的跌破前提 可是今天又一個漲停拉上來 漲停又拉上來 劍橋 今天是大漲的 也是大漲的 美食 這個都是我們之前公開分享過的股票 神龍 其實今天相對表現都不錯 北極星 有沒有說過 北極星是明日之星 今天大漲將近6個百分點 也差不多快要創收盤價新高了 再來還有什麼偏封 工業電腦 工業電腦也是上週提醒過你了吧 肥結 今天是也不錯 創收盤價新高 廣機 二話不說直接創新高了 洪海集合的華漢表現也不錯 也不錯 振華電 也是一樣 也創下波段新高了 各位工業電腦 車用電子 也都是續牆的 可是這都不是屬於你 印象中傳統的主流 提威星鍵很強 長半根 對不對 或者說這個地堡東陽 其實今天表現都不錯 仍然維持一個多頭的架構 所以掌握 劍走偏封的這個大原則 要賺錢真的不難 要賺錢真的不難 其實最怕最怕 是我上禮拜所說的這種狀況 你過不去你自己那一關 你腦子裡面有太多的框架 你一定要買主流電子股 你一定要買這種基優股 你就是要買你印象中 好棒棒的這些股票 可是不好意思 這些股票現在都淪為 法人停損提款的標的 新唐不是嗎 今天還在破底 金相電不是嗎 它也在破底 曾經的希望 電子紙的元太不是嗎 它今天也在破底 好 那毛利率最高的 矽智財呢 力望破底不是嗎 資源破底不是嗎 創意也在破底不是嗎 創為 今年上半年 大家多愛 想說多愛啊 好不好 四星也破底了 金利科不是嗎 這些曾經 曾經風光一時無兩的股票 這些你印象中 法人與媒體力捧的基優股們 如今都變成落水狗 所以各位 不要再受限於你的框架 我們的重點是 找到能夠連續噴兩支漲田的股票 它不見得具有基本面 不見得有什麼太機優的你的刻板印象 可是它卻是現階段 眾多法人開始準備追捧的股票 現在我邀請你 跟著我一起 劍走偏峰 好不好 選股方向錯誤 你現在呢 只會面臨偏頭痛 當你選股方向正確 你會感覺到 偏財運正在圍繞著你 你扪心自問一下 你比較喜歡偏頭痛 還是偏財運 好不好 最後我們會再次的預告一下 我們在中視新聞台這邊的播出 剩下最後幾天了 就剩下最後幾天 所以你想跟著我一起 劍走偏峰的朋友 直接撥打電話進來 或者你也可以加入我的Line at win16888 小小鼠win16888 這個Line可以和我本人 以及我們的研究團隊 很直接的做一對一的互動 以及諮詢 Telegram win58 以及林玉凱 YouTube頻道林玉凱分析師 也可以直接搜尋 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好不好 各位 現階段這個盤勢 就是要做到劍走偏峰 如果你能夠認同我的觀念 你能夠認同 我們選到劍打 我們選到滑星光 昨天漲停 今天創新高 我們選到劍打 昨天漲停 今天繼續漲停板 元宇宙 沒有什麼基本面 沒有什麼獲利 股票都還在虧錢 問題是現階段 法人聚焦在這個地方 股票就是會漲 好不好 各位 你認同我的觀念 直接撥打電話進來 或者先加入我的like adwin16888 小小鼠win16888 你有套牢問題 融資問題 持股問題 我們可以先在線上 做一個討論 好不好 再次提醒你 劍走偏峰 方圍道 明天我們會繼續買股票 面前拜拜 拜拜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負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事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總統 假設 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